科学家们解决了许多自然界的谜团 但仍有些谜团 至今也让人感到费解 奇怪的深蓝色漩涡 巨大的裂缝和海洋中 城市一般大小的光亮 它们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2011年12月26号 美国以航局的特拉卫星 在南大西洋上空 发现了巨大的发光漩涡 并捕捉到一些奇怪的现象 许多科学家在看到这张图片后 感到困惑不解 可能是谁造成了深蓝色的漩涡 似乎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它看起来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漩涡 它位于南非海岸800公里之外 其巨大的伸展范围可达160公里 它的大小相当于一座巨大的城市 这是相当可怕的 但它的颜色是如何形成的呢 有研究人员认为 漩涡吸走了数以百万计的微生物 也就是所谓的浮游动植物 它们能够发出明亮的蓝光 从一个大陆朝另一个大陆的海洋中移动 但这只是一种理论 另一种理论认为 巨大的海洋汕污可能是海底大地震的结果 让我们回顾一下2001年3月11号 在日本海岸70公里外发生的里市九级地震 它造成了一场灾难性的海啸 也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海浪 但这无法解释它的颜色是如何形成的 而且更令人困惑的是 在南非海岸附近并没有海啸或地震记录 而且这个地区也没有异常的天气报告 蓝色漩涡仍然是一个谜 2014年8月16号在墨西哥 一架无人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裂缝 它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 裂缝有5米宽7.6米深 这条裂缝途经的任何农田都被摧毁了 以及一条高速公路 这起事件引起了重大关注 然而这个裂口是干净的 切口处非常整齐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线下 仍然没有提供任何解释 工程师推测 这个裂缝表明在地表下发生了更深层次的运动 附近的索诺拉大学暗示 裂缝是由于大量的水被吸走 导致地表破裂的 这个理论引起了许多地质学家的关注 他们怀疑是由于附近的农业开采地下水的方法造成的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农民确实需要大量的水来灌溉农作物 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指出 这不仅仅是墨西哥的问题 许多其他地方的地下水流失 都可能会在世界各地造成无数类似的裂缝 这意味着 如果这种现象不能立刻停止的话 裂缝只会越来越大 在印度洋的某个地方 卫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它同一座城市差不多大小 感觉好像有几百个灯泡隐藏在海洋下面 但这绝对不是人为造成的 对此科学家们的解释是 明亮的光是由生物产生的 甲藻是一种最常见的生物 能够发现它们光照的最好地方是在船上 你可以在凶猛的海浪袭击时发现它 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外 可以看到它们的光芒 吸引了许多冲浪者从几公里外赶来观看 但是 卫星捕捉到的印度洋光芒几乎是静止不动的 它可以在一个地方照亮海洋长达数天 所以 它不可能是假早 因为 它们只有在海浪波动或遇到危险时 才会发光 最终在发现发光范围扩大到了2330平方公里后 科学家们发现 它们的大小似乎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 于是 它们认为 这可能是大量能发出微弱光量的细菌造成的 这一理论是可行的 因为细菌的繁殖速度相当快 而这个地方的光量 需要成千上万的微小细菌来覆盖它 许多看似难以解释的事情 都应该是能从科学的角度去找到答案的 如果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只能是我们的认知还未到那一步 相信人类终将可以找到真相 如果你对视频中的内容有自己的看法 请记得留言评论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